国际先消息来看到巴赫姆特现在成了乌俄战争的必争之地 这样的态势已经很久了 俄罗斯也不断秀出当地议会大楼升起俄国国旗的照片 强调已经拿下控制权 不过乌军都驳斥这样的宣传 他说这实际上就是瓦格纳跟俄军的大外宣伎俩 乌军在炮弹雨瓶中扛着火箭筒近距离轰炸俄军引地 乌军也躲在房屋内朝窗外发射40毫米榴弹炮 不远处马上听到爆炸声 巴赫姆特持续激战 双方直接短兵相接 死守在战壕里的士兵架好机关枪 随时准备开火 不过俄军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继续将王牌武器可发射真空弹的TOS-1多管火箭 移交给空降部队准备送上战场 究竟是哪一方掌控巴赫姆特 双方各说各话 当然乌军坚持还没有失去巴赫姆特 更痛批普里格金挥舞俄罗斯国旗 根本是在作秀 至于最新战况 乌军强调在过去24小时内 俄军对盾内刺客发动45波进攻 其中有20次都是在巴赫姆特附近 但都被乌军成功阻挡 乌克兰独立媒体则释出这张图 虽然瓦格纳掌握大约77%的城市土地 但巴赫姆特战役距离结束还言之过早 对于乌军可能展开的春季大反攻 俄罗斯媒体已经开始兵推演练 就在同时一名曾经担任普清私人安全部门的叛逃官员出面爆料 普清其实根本不敢搭飞机出国 反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频频频打击出访 以及在国内接见各国高官 这次在基辅会晤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泽伦斯基也在当地周三印波兰总统邀约抵达华沙 除了会晤杜达之外 还会跟在波兰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民见面 随着全球抗恶声四起 俄罗斯知名军事布洛克塔塔尔斯基在圣彼得暴遇死结 再度挑起俄罗斯内部敏感神经 如今最新的爆炸瞬间画面也曝光 塔塔尔斯基还摸着戴头盔的小雕像 下一秒画面瞬间变黑 只听得到巨大爆炸声响 虽然当局已经逮捕一名疑似嫌犯的女子 26岁的崔波娃 不过一个反普钦的欧国地下游击队 全国共和军NRE在5号发出声明承认犯案 并强调他们的行动并非针对平民 所有伤亡人员都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 还强调被捕的崔波娃跟爆炸案无关 只是戴罪羔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外交的战场上 俄罗斯阻止北约东扩 跟欧洲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了 目标也没达成 芬兰现在成为第31个北约的成员国 而瑞典也希望可以成为第32个 前美国的国务卿庞佩浩诸说 北约成员国的增加 这些都要感谢普钦 在奏乐声中 芬兰国旗首度飘扬在北约总部的前方 这一刻代表芬兰正式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 北约破天框不到11个月就批准了芬兰的申请 芬兰总统也开心宣布迎来新时代 当天芬兰外交部也同步升旗北约旗帜 还有民众特地前来拍照留念 入夜后大楼外又点上象征北约的蓝色灯光 一整天都弥漫庆祝氛围 芬兰民众感觉像吃了定心丸 相反的 俄罗斯当然不开心 俄国防长肖一股雨带威胁 加马呛下已经将能搭载核弹头的 但俄罗斯要怪也只能怪自己 因为就是这类的核武言论 加快促成北约东阔 芬兰开心庆祝之余 另外还有两国心情复杂 那就是瑞典和乌克兰 尤其乌克兰战独当前 短期内几乎没有入会的可能 幸好国际不减声云力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二 已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延长调查 俄罗斯的战争罪行 不过中国大陆却投下反对票 另外联合国也持续关切 俄国绑架乌统的案例 根据调查战争后 至少有上万名乌国儿童 被强制送往俄罗斯 眼前这位金发的俄国美女 就被点名是主谋之一 她曾在镜头前牵着小孩的手 飞到俄国 不过她在最新记者会上说 自己是收容难民 不是绑架 事实上她早就和普京一样 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俄罗斯花招摆出 中俄又传出有亲恶的 骇客组织 骇入芬兰议会网站 一次想借此报复芬兰 加入北约 月新闻综合报道 稍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多 总统蔡英文即将过境 美国与众议院长麦卡锡来会面 这也是首度台湾总统 在美国境内 跟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碰面 我们将带来第一手的直播报道 而更多蔡麦会的重点 请国际中心记者彭慧云告诉我们 众所关注的政治焦点 就是蔡总统这一趟的访美行 事实上过境到美国的重头戏 就是落在加州洛杉矶 将来和美国的众院议长麦卡锡 在加州雷根图书馆的会面 那么事实上这是第一次 由我国的总统安排在美国境内 和美国的众院议长来进行会谈 看得出来双方都试图要避免危机 那么事实上这已经是第三度 有台湾的总统和美国的众院议长 进行对谈了 那么前两例是发生在1997年 顾总统李登辉和当时的议长金锐气 另外还有一个应该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 是发生在去年蔡总统和前美国的 中院议长裴洛西在台湾的会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来看到是 前总统马英九在这段时间内 他安排是到中国大陆出访 虽然是记组和青年交流的名义 但是试图要证明的是国民党有办法以民进党做不到的方式 和中国大陆来互动 不过现在要看重点呢 还是这个蔡总统和麦卡锡的会面 说辞行动是关键 如果对岸认定这个是挑衅的话 可能又会看到大规模的军演 但是呢这个反应对岸也要拿捏 因为如果反应过度的话 反而有可能成为民进党在2024大选的神助攻 所以现在基本上看起来 美中台三方都是有微妙算计 同样是AIT主席罗森伯格登机迎接蔡总统 只是这一次地点在出访的最后一站 美国加州洛杉矶 而最后人还没到下榻饭店 外头已有大批大陆侨民示威抗议 明天来啊 来这吗 不知道 不来这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明天怎么知道你明天要去哪呢 我不知道 我们就是抗议蔡英文 他去哪 我们就去哪呗 所以你明天去雷根图书馆吗 我想应当时 多少出发 那我还没接到通知呢 大陆侨民扬言抗议会如影随形 毕竟总统这一次出访也来到重吐戏环节 也是1979年以后呢 第一次哦 这个有我们的元首可以踏上美国这边来和众议院的议长见面 总统与美国众议院麦卡锡议长将在美西时间 四月五号早上十点在洛杉矶的美根总统主书馆进行会晤 参卖会台北时间六日凌晨一点洛杉矶登场麦卡锡会先欢迎总统的车队之后双边一个小时至五分钟的闭门会议开始 美西时间中午餐序前两人会简单谈话 但餐序不公开 台北时间清晨四点半总统离开半小时后麦卡锡会举行记者会 要跟总统与会的两党议员名单也曝光 包含麦卡锡在内一共十八人 还有才来台的众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统合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众议员克里神纳木席也会出席 陪同的还有其他跨党派和友台议员 政党比例民主党六人共和党十二人 在野党占多数是否为执政党有意冷处理恐怕可看出端倪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参卫会前夕大陆有了新动作 启动台海联合巡航巡查行动 并且声称这是要保障小三通的安全 不过时事上这是要嗅其肉恐吓台湾别跟美国走太近吗 惠云 参卫会即将举行 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么巧 大陆就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军事行动呢 因为就在今天4月5号的早上 大陆的福建海事局公告 他们要在台湾海峡进行联合巡航 由海巡的06轮来领衔执行 说是要保障小三通客运船舶安全 虽然全城都没有提到菜卖会 但是时机点的巧合也会让人多做联想 不过事实上之前外媒就询问了大陆的外交部 说如果真的举行菜卖会的话 会不会举行军事演习 当时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他们还重申 菜卖会是违反一中原则 也损害中方领土完整的 那么至于外媒的观点怎么看呢 华尔街日报就分析了这已经凸显出 台湾已经成为美中关系之间最不稳定的闪报点 另外还有环球时报也分析说 大陆军方对于菜卖会的反应 可能会和之前裴洛西访谈类似 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再看到去年那样子 大规模的围台军演 那么事实上现在这场菜卖会的后续效应 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 而美国的媒体除了关切菜卖会之外 美国前总统川普首度出庭 也是美光灯的焦点 这一次被指控34项 未造商业记录等罪嫌 而检方也抓包了 他当年拿给律师的律师费 其实就是给情妇的封口费 避免桃色的绯闻影响选情 而现在由于搜查人员掌握更多的证据 他恐怕面临最长134年的监禁 等的就是这一刻 前美国总统川普背上34条刑事罪名出庭 全程臭脸不甩提问 但是这短短8秒画面历史留名 成为卸任后第一个被法办的元首 为了川普这场世纪出庭 美国媒体大动员 从川普踏出了川普大楼 空中直升机 路上摄影机 路空两路 全程跟车直播 川普本人看来很有信心 还向支持者挥拳致意 他所到之处挺川 反川派吵成一团 法院外媒体混乱追逐 大批记者卡位连线 还有扮装人物来蹭热度 倒是川普本人这次出庭 是罕见的习字如今 进出法庭不到20秒 都没有对记者喊话 就连在出庭审讯时 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的指控 也是不发抑郁 出庭结束之后 川普委任律师率先发难 律师团批评纽约检方 罗知重罪罪名 对付验薪及饭店门房人员 3万到15万美元不等的 封口费等等指控 川普团队主张全部无罪 但是如今转为污点证人的 前川普律师科恩 似乎还留了一手要对付前老板 科恩保证绝对会提供 检方足够的证据 而川普则是在获得保释之后 一刻不停留 马上搭专机回到他的大本营 佛州 在自己的地盘海湖庄园 川普终于大声喊冤 指控一切都是民主党的政治猎杀 川普这场记者会安排的像是整个家族的造势大会 儿子 媳妇都到齐 向走星光大道在欢呼声中亮相 川普本人则是压轴登场 高分贝的大喊冤枉 称被起诉是假官司 川普一开口又一如过去几年 指控一切都是假的 谎话连篇让电视台干脆复播了 像是CNN MSNBC最后都中断直播 但是如今这场官司真的会打击川普人气吗 川普阵营坚称官司越大只会让川普的声量越高 而下一场的听证会安排在12月4号 时间点更靠近2024大选 势必会再掀起两党口水战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